十年前的今天 我们刚从小学毕业 从2008到2018 十年的时光 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或许我们自以为经历了很多挫折 不及格的考试 无疾而终的初恋 渐行渐远的朋友 但有些人一直保护着我们 有些规则一直约束着我们 有些门一直为我们敞开 直到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才即将真正的 孤独的踏上人生的旅途 从按部就班的去教室上课 和室友在西东后夜聊 与恋人在四月的暖风中亲吻 突然变成了要面对 一份又一份轻薄的简历 一场又一场沉重的面试 未来正在目不正经地盯着你 步步进逼 但其实 没有哪次离别是突如其来的 只是逃避令我们猝不及防 我们太擅长 避重就轻 视而不见 走一步算一步 直到 避无可避的那一天 直到今天 谁都不知道自己将要走上的道路 最终会通往何方 谁都无法在人生的考场上 未卜先知地交上满分的答卷 痛苦 困惑 调整 接受 继续向前 这是关于毕业的五种情绪 他们告诉我们 我们在告别时遇见 在失去中获得 愿你 前途无量 光明坦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